大家好,茶花洗酸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那么我们平时浇水的时候就不能够过多的浇井水或是自来水 我们浇水最适合的就是雨水 特别是像现在春天 就是这个春雨绵绵就特别适合收集这些雨水拿来浇灌茶花 雨水它呈弱酸性 里面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 既可以给茶花补水又可以给它补肥 但是雨水它的营养物质还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在给它浇灌雨水的同时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盆土里面给它撒上一勺缓氏肥就可以了 缓氏肥的肥效特别的温和 但是里面的氮连钾元素又特别的均衡 特别丰富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盆土表面给它撒上一勺缓氏肥就可以了 像茶花它吸收了缓氏肥里面的营养成分 根系会养得特别的壮 那么根系状了再加上雨水的滋润 那么这个茶花呀就能够长出非常多的这个新芽 整个植株呢长是特别的旺盛 然后新芽新叶呢长得特别的饱满 而且使用雨水加上缓制肥呢 我们后期的养化特别的轻松 不用再经常的给它追肥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